我们来看这个有钱人 哇 这样赚钱真是太快了 那么当初呢 这块地呢 上面盖了一个厂房 那么他把它变更 这个地幕之后呢 拿来盖别墅 这块地当时取得的价钱多少呢 答案 台币300万 好 那么随即呢 这块土地拿去 生贷了8500万 现在呢 这个300万 拿出来盖了七七行馆之后呢 在市面上 叫价要叫7.7亿 因为他说既然是七七行馆呢 这个数字要跟七有关 所以卖给7.7亿 你想想看成本300万 最后滚出了7.7亿 这就是有钱人的炒房数 而奢侈税上路之后呢 我们也看到掀起了一股 这个农地的买卖热潮 主要是因为部分农地呢 免征奢侈税 而一平台几万块钱 这个取得很便宜 取得之后呢 想办法变更 或者他给盖豪华的农舍工僚 盖好之后呢 翻倍卖出 其中像有温泉的北桃啊 阳明山 目前都是投资客眼中的 黄金地段 天气好的时候 可以远眺大台北地区美景 旁边种着青菜 400坪的农地 在阳明山上 可以盖40坪的公寮 而这里现在也是热门的 投资标的 5000坪 6000坪 动不动 就是百坪起跳 阳明山上的农地 豪气卖泥 它是市场 热门抢手货 因为一坪 行情大约5万元 若是盖好农舍 或是公寮 马上一坪 10万元 翻倍卖 北桃跟阳明山的话 尤其那个部分有温泉 温泉 然后 阳明山本来就是一个别墅区 所以 这个农地的 这个涨幅已经很大了 但是 我们那也可能好几倍 走进路边 不斜眼的入口 就是一块黄金农地 就是因为投资 报酬率惊人 以往农地 都是退休族在买 但现在阳明山 出现纠团投资农地族 他们都以持分方式 集资取得农地 涨幅超过三成以后 就转卖 只是申请农地的时候 要种青菜 以供茶盒 行情好的地段 一次就能赚进几百万 时间拉回去年六月 奢侈税上路 由于部分农地 免克尔甄奢侈税 都会去的农地 交易量就开始暴增 去年有363件 今年至今就有439件 成长超过20.9% 未来哪些农地 有可能会被拉入 四地重划 那提前卡位的话 那这个投报率非常惊人 风景期周遭的农地 也可能看它 但投资农地也有风险 未满两年转让 可能就会被客征 奢侈税 而且756平以上 才能盖农舍 小坪输的农地 房舍不能够超过一楼 买卖农地成为投资热门 但想赚到钱 也得眼睛放得亮 记者是小佩 王宗翰台北报道